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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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習慣嗎 不習慣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 那麼好吃的東西 所以不習慣了 美食呢 可以讓人忘記煩惱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下次我再請你 不好啦 下次應該換我請你才對啊 不過 可能沒有辦法 在這麼貴的店吃啦 我又不是非得吃很貴的餐廳 重點是看人吃飯的對象 社會的事情不用太勉強 我並不一定要再真實 把我的社會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會再跟公司公司 通通看看 去哪兒 我送你 不用啦 我自己去坐公車就可以了 那我就陪你等公車 走了 對不起 我選錯片子 和你剛才哭成這樣 電影很好看 而且劇情也很感動 看一個電影 不用這麼認真了 是你說過 要開始學習軟弱的 我看到一會兒 是比三角外充的 而且平衡 是不來的 sixteen 等我一下 對 你有我 幹嘛啦 你 石特隆是叫妳來 跟老余溝通工作 不是叫妳來約會的好不好 我哪有約會 你在講什麼 穿成這樣是怎麼樣 妳要加入少女時代 我穿什麼 關妳什麼事 奇怪 好 不關我的事 以後妳被石頭籠定 自己想辦法 這應該不是下屬隊上次 應該有的態度嗎 可是我約沈幸人小姐吃飯 我們確實在談社會的事情 你應該為你剛剛的態度 我跟沈幸人小姐道歉 我跟沈幸人講話 不關你的事 他在哪 琴子琴 你幹嘛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誰莫名其妙 你 我們走了 褲子再見 再見 谢谢 我回來了 杏仁今天好漂亮喔 認識你到現在這麼久 第一次發現你可以打扮得這麼美耶 看吧 就叫你打扮一下 那是因為大師的洋裝漂亮好不好 你打扮得這麼漂亮 你們今天約在哪裡啊 我跟你說我們約在一家貴死人的法國餐廳 你知道嗎 那個菜單上每道菜都是天價耶 我根本點不下去啊 你那是什麼眼神啊 我們認識這麼多年 不會吧 不是你想的那樣啦 大師送你這麼貴的衣服 又約在貴死人的餐廳 下重本不可能不求獲利 靖仁 你一定是他的菜 大師肯定想追你 怎麼可能啊 他女朋友是魏米娜 國際名模耶 而且是那個史特隆叫我去說服大師的 這種約會最無聊了 那大師說什麼啊 大師他要放棄他原本的品牌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一定很八卦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點吃的啊喝的 你要一字不漏仔細的告訴我 好 欸 劉雨樂 史特隆是叫你來跟老余溝通工作 不是叫你來約會的好不好 我哪有約會啊你在講什麼啦 穿成這樣怎麼樣 你要加入少影時代啊 我穿什麼關係什麼事啊 奇怪啊 好 不關我的事 以後你被史特隆定 自己想辦法 好 你在幹嘛 寫案子 你可以明天再寫 你知不知道女人 年紀過了四十歲 新陳代謝會開始變慢 你以為你可以再熬多久 是誰告訴你我四十 而且我的新陳代謝不用你擔心 再說你都已經五十了 怎麼這個時候 還在這邊沒有睡覺 我是看你燈還亮著 上來問你要不要吃宵夜 吃什麼宵夜 有沒有這麼餓 你要是這麼不喜歡 把錢放口袋的話 都拿來放我口袋好了 想得美 我是好心提醒你 要不然到時候月底又沒錢 不能請鄭凱兒看電影 又要跟我借啦 對啦 我窮 不像老魚可以莊闊 他不在家裡做網課 可以送你衣服搞拉賣 還可以花錢請你吃大餐 我們是在談公事耶 為什麼你每次都 要往那個方向想 談公事一定要穿得 跟作秀一樣嗎 談公事一定要約在高級餐廳嗎 之前網路黑函 已經把你講得很難聽 說你賠稅耶 你還不懂得避嫌 請紫棋 整個企劃的你明明也有參與 整個過程你應該最清楚狀況 其他人講這種話就算了 怎麼看連你也這樣說啊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啦 我只是怕你被偶記上騙了 謝謝你的關心 不要以為大師的想法會跟你一樣 你們的景點差很多 一面隨心 一面隨心 一面封閉 那一面是我自己 朝霧邊陸氣尋找回憶 傷悲的自由無敵 一面抽離 一面貼近 冰重到地 就痊癒 你還會 miry 你得對誰放肆 揍迷 想著練習分離 便像太陽照背 一面貼金 送給你 訓練 我へ的 你後我 去 一起 你 去 你 去